我的驾照没多久嘛 然后呢我妈不让我开她的车 我弄坏了她车 然后呢我打算开那个叫什么共享汽车 就是那个租车软件有个叫勾范的 然后反正现在是晚上 但是我们打算就是开始试一下 先试一下现在有点紧张 看我说话有点疙瘩 试一下民族风安排上了 然后那个它这个租车点呢不是那么多 所以现在我们走一公里左右 是找一个租车点去看一下这个共享汽车 如果方便的话以后可以多开开这种车 找到了我要租的车 勾范共享汽车试一试 挺小的还 哇开了开了 它要拍这个车然后 驾驶座应该可以调的 这是自动挡的 我觉得手动挡所以这个没问题 这是什么 第一次第一次开车 这是什么呀 空调制的 这还有屏幕 然后 神奇的小车祸 这还有上一个人留下的奶茶 没素质啊没素质啊 还有一些指示灯光按钮 我说一股酒味 我还真是 这个 我刚才按了这个power键 然后就开始亮这个屏幕就亮了 可以通来呀什么的 好尴尬呀第一次看车 是不是有点危险我们这么自己开 什么玩意儿这屏幕都坏没反应 这是座椅空调制的吗 请按ac键哦中间的 为什么没反应 一个就是新手好草率 我看看它这灯怎么开 得先知道怎么开才敢才敢开的 好奇怪呀 这个你当时学的那都不一样 对每个车都不一样 好尴尬啊 我看到一堆人走过去 我知道了我又得踩着刹车按着power键 你看仪表盘啊什么都都开始了 可以工作了 然后呢 车窗 我眼儿越来激动 然后这个灯也可以开开了 可以变了 耶 远近光灯 左右灯也可以变了 我准备开始了 准备了 先挂挡 然后松手刹 紧张的时候 我比你还紧张 我的命交给你了 人生第一次 妈呀是后退的 我是到的 幸好幸好刹车快 我的妈呀 太恐怖了 哈哈哈哈 好笑人好笑人 哈哈哈哈 救命了 那个那个什么车把这灯关了 不然真的他们是夜间行车 不能开着里面的灯 果然是真的看不清 坐里面的散光 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 然后我现在开个镜光怎么影着 应该是那个座位 要不要再调整点 那个有点吓人 我能看到后面的车哈 嗯对 这个灯 这个什么 侧面的这个反光镜 我居然是第一次就来夜间开 都怪你啊 这怎么出去啊 还可以 五号圆找我 是小的可以了 那皆さん在这个车里就不能开灯了 然后开个灯 给你们介绍一下吧 我现在准备出停车场 刚才呢找了一个出口 发现这个车不能出 然后得找另一个出口 我现在第一次开车 真的有点紧张 所以我先开顺了 再给你们开一下 不过开顺就没有乐趣了 好反正你们已经看到我窘迫的样子 好尴尬啊 好害怕啊 这么晚 现在十一点 好现在是一个红灯 我刚才已经完成一个掉头的动作了 其实自动挡 就是手动挡学完以后 开自动挡真的很方便 非常快就上手了 然后 就是有点害怕 万一这个车扣分了 我怎么办 然后呢 现在也不知道 主要是停车表害怕 完了绿灯了 我得走了啊 不能玩手机了 这又是一个路口了 我妈说的没错 就是路况确实是有点让人害怕 别人有那么多车 然后 又是夜间 我现在都不知道 我开没开金光灯 我应该开了吧 前面是这样的 然后 还得看左右的这个反光镜 有点害怕 完了右绿灯了 请走最右侧车道 同年方 在红绿灯路口右转 哦 右边没人 没到右转相当下车了 然后呢 我要说什么 即将右转 即将右转我的妈 好紧张啊 不能这么紧张 哦对 然后呢 我说什么 我都忘了 不过这种小车 确实还是蛮好开的 这个自行车让人好害怕的 有炮人大雾的感觉 到底走不走了 它也右转 嗯 我都忘了城市 忘了城市 那个限速是多少了 不过我这个速度 应该超不了速吧 我30败都不到 30迈还是30什么 怎么说呀 30公里反正 没到 我现在自动档 就是踩一个刹车 踩个油门 其实还好 只要注意点车就好 都是个旁边的车 有个大车过去 然后只要走在道上 不要挑一就好了 红绿灯执行完了 又变得红了 我这个速度 没有赶上过一次直接的绿灯 幸好没有车滴滴我 毕竟这么晚 我这沙都有点累了 好了好了 行 吓死人了 我刚才差点上高速 然后太可怕了 晚上自己开 还是选择尽量安全点的 我觉得 大家好 我回家了 然后呢 现在是晚上大概12点左右了 我开月路 真的是吓死人 不过还好 正好顺利的还是开了 就中间有几次开的 差点开高速 然后差点 就控制不住速度啊 什么的还挺吓人的 所以第一次开还是最好在就是有比较熟的人或者找陪练吧 我这样真的是大晚上开夜路 然后太胆大了 不过幸好记了安全带 还是有保证了 大家一定要记好安全带 一定要记得怎么踩刹车 总之最好就是刚开始还是先找陪练练熟一点 胆子大 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好事 风险还是挺大的 这就是我第一次的视频 因为好多人只要问我说 第一次上路可以录一个视频吗 我就这样录了 好惊喜 我一开始都不知道车怎么开了 不过自动挡 就是如果你学的是手动挡的话 自动挡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这就是今天的视频了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想看 如果跟车有关的视频 你给我评论 说说你们第一次练车经历吧 我都会看你的评论的期待 有比我更有意思的练车经历